我們報名的手續完成了 現在就要等他通知你合不合資格 由選舉主任做一些言論審查 政見審查 他當然不是這樣說 其實我們是馬玉生很熟悉的 所有選舉程序要交的表格 我們都交齊了 我們不需要再多次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等他會不會讓你選 當然我們照足手續來做 如果是言論審查就不可以說 大家自己有眼睛看 我們希望其他幾區都順順利利 明天就是陳雲和黃楊達州報名 我們希望九龍西這個選區 我喝了冬瓜豆腐馬玉生可以頂上 這個黃馬的配搭 我們希望高票當選和全取兩席 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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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已經選過區議會 那次都選得很好 他選舉經驗是非常熟練的 所以我也要靠他的 一老一笑 這個配搭 我想是一個大家最好的選擇 很多時候人們問我 又說全民制憲 又說五區公投 又重新立約 這些我聽不明白 你說這些我明白的 我現在入了那份 免費邮遞 第一份那份 我就用了這個 南宋陽萬里一首詩 就放在那裡 當是我的政綱 後面我還有一段文字說明 那首詩就是 萬山不許一溪檳 難得溪星日夜圈 高得前頭山腳盡 堂堂溪水出前村 現在的本土運動就是這樣 我們終有成功之日 當這個前頭山腳已盡 堂堂溪水出前村 只要我們吳心順其可行 則移山填海 終有成功之日 毓民現在追隨年青人 為香港的前途奮鬥 馬玉生就是一個 我最好的年青的代表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黃馬兩席傳眾 OK 九龍西 九龍西 傳統大家都覺得出到一直是難的 但我第一次參與立法會選舉 欧文說選舉經驗豐富 但立法會始終是我第一次參選立法會 如果一個本土運動是得到各位支持的話 傳取兩席九龍西 都還有這個可能 不是完全去到零的 但希望各位 今天撐場的義工 各位香港市民 即年青一代希望能夠 自決香港前途的朋友 可以支持我們這個黃馬的配搭 令我們可以傳取兩席 那我和翼文就 很明顯走兩條路線 翼文就鞏固論述 就是我們的精神領袖 那我自己就會在地區上 就是到處奔走 就是希望將我們五區公投的講法 就是代表我們這一輩 三十多歲的年青人這一輩的講法 在地區上去宣揚出去 希望大家知道香港的前途 是能夠掌握在我們 即未來繼續活在香港 即是叫避無可避 退無可退的香港人 這一代的香港人手上